HELLO 大家好 我是Migrant Pack 今天要來開四隻公仔 然後有三隻公仔是大概去年的這個時間出的 然後是一番賞的大猿 那新年的ABC賞 然後最後面會開一隻12月抽到的布羅利 然後都是超市型態的 好 那我們就先看前面賞盒 Z 3 2 OK 就是這三隻 然後是大猿系列的ABC賞 然後A賞跟C賞是金正的 中間這隻悟空是代理版的 然後是跟一個新朋友收來的 好 那我們就把這三盒給快速打開吧 屍體就長這樣啦 我覺得目前這三隻呢 正亮跟它的外型動作我覺得是非常帥氣的 所以這一套其實看蠻久的 但一直沒下手 我覺得它價格實在太高了 然後先排個位置吧 基本上呢 這一套就是擺這樣 特帥 然後這樣呢 其實後面再擺一隻神龍 或者是大猿 都OK 然後我個人呢 是非常喜歡達爾 就是這個貝吉塔的這一隻 因為我覺得這一隻真的是非常的帥 只是有人會覺得它的頭比較大一點 但它這個角度呢 其實是 非常帥的 好 那我們呢 一樣用細圖來看一下吧 NECO 我們來看一下 封面全是用來打開插頭 封面那是綺織的 封面全是用來打開 確實是用來打開插頭 封面全是用來打開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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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物質塔的毛是比其它還有在深 面相部分 部份其實是非常到位的 身體細節度也是非常高的 高水準 褲子部份是用有點灰色 來做漸層的 腰帶部份是有做深藍跟淺藍的漸層 所以大致上這次沒什麼問題 B掌就是這個悟空 悟空的面相跟他的眼睛其實非常漂亮 頭髮部份跟剛剛的一樣是做得非常好 然後他這個毛色是比較偏粉紅色一點 然後一樣有做紅色的漸層 背面一樣有做 腰帶部份其實跟上一隻一樣都是做得非常好 褲子部份就是用一點土色來做漸層 效果也是非常不錯 然後這系列接下來到達爾貝吉塔 貝吉塔是我非常喜歡的角色 然後這一隻其實看起來頭會非常的大 某個角度 像這樣正面 但如果你把它擺到側面 像這樣我就覺得非常的帥 而且這頭髮不是單純的只有黑色 他上面還有上一點淡淡的紅色 鏡頭裡面可能看不出來 但實體是看得出來的 然後他的毛就是偏純的紅色 跟剛才悟空就有差別 然後帶手套 然後這隻達爾我覺得非常喜歡的原因是 因為他穿牛仔褲 我覺得他穿的牛仔褲太帥了 然後跟他的鞋子 鞋子也不錯 好 接下來呢就到我們這隻 第四隻了 第四隻呢是 十二月份的一班長 就是這個 布羅利 這隻超式布羅利 然後金正的 OK 快速看他的外盒 這隻呢我覺得 算是如果喜歡布羅利的朋友呢 是必收款 然後最終長那個 黑色的布羅利 其實我覺得看個人 但是差不多也三千多 三千八左右 好 那我們就來開這隻就好 OK 這隻組完呢就長這樣啦 非常非常的帥 而且我覺得比之前的布羅利 還要來的重 然後這一隻呢 其實整體呢 塗裝 跟他的面部 細節都非常完美 唯一我覺得缺點就是他的毛 他的紅毛呢 比較沒有做漸層的效果 所以完全是全紅的狀態 不像是剛才那三隻 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進細圖來看一下這隻吧 Let go 好 接下來呢就是布羅利 這隻布羅利呢 基本上 基本上 是沒有任何的瑕疵 應該說你找不到一個 他做不好的地方 對 除了他的上色 我前面說過 他的毛呢是沒有做漸層之外 他其他部分呢都算是非常完美 對 他只是這隻的漸層 我覺得偏少了一點 他這塊布色就漸層 那褲子跟他的毛就沒有漸層 對 然後跟他的一些 算是 金色的配件 這顏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對 最主要的是這個面箱 這隻的面箱呢 很帥 超級帥 對 然後這是 舊款的布羅利 OK 好 這就是今天呢 四隻超市型態的開箱 然後我覺得這四隻 其實都是算必收款 因為他的造型 跟他的塗裝 然後面相呢 其實都是一流的 然後只是 價格上呢 要看你喜不喜歡 價格通常就在 1300、1400 然後布羅利大概 1700到2000 然後金正代理 然後跟海外 價格又不一樣 然後開過的跟全新又不一樣 所以看你怎麼去找 然後最後呢 不知道會不會去收一隻 最終賞的 暗黑布羅利 所以再想一下 因為那隻我比較沒有 太大的興趣 然後這一套的一番賞呢 還有B賞跟D賞 神的特朗克斯 然後跟黑悟空 之後應該有沒有做我開箱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的話 訂閱和按讚加分享 就是這樣啦 掰掰 了解 喔 為何 我們去找一些 的